文章来源第一财经 最近一段时间牛肉价格大跳水 以往上好的牛腱子肉一斤通常需要花费百来元 现在仅需几十元就可以拿下 农业农村部监测数据显示 4月份全国集贸市场牛肉平均价格为每公斤76.36元 比1月份的每公斤80.41元下跌5% 刚记录5月牛肉价又开启下跌模式 目前全国牛肉均价在65.12元每公斤 相比5一假期前普遍下跌超10% 降幅在6至7元每公斤 而据农业农村部最新检测 截至5月31日14时 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牛肉平均价格61.81元每公斤 曾经高高在上的牛肉 如今呈现出亲民姿态 牛肉为啥会跌价 商家从未见过如此大降价 据海报新闻报道 5月27日下午 记者来到位于济南淮印区 巴里桥蔬菜批发市场内的一家牛肉店 门店经营者米明星告诉记者 牛肉降价已有一段时间 我们店内最便宜的牛肉是美金29.9元 每降价之前价格是美金38元 米明星今年41岁 从十几岁便开始跟着父母接触这一行业 他表示自己从来没有见过像最近这样的牛肉降价现象 往年也有过降价的情况 但没有像今年这样时间长幅度大 而该市场内的另一家牛羊肉店老板告诉记者 他们销售的牛肉价格也出现了大跳水现象 原来美金卖36到37块钱 现在美金价格为28块钱 不分不为 在天桥区低口路民族美食街卖牛肉的门店比比皆是 家住淮印区的阿姨告诉记者 她特地骑车来到这边买牛肉 我听说这边市场牛肉降价特地跑过来买的 那么在这个市场内牛肉到底有多便宜 记者走访了几家门店发现 几家门店牛肉售价相差不多 牛里纪牛腱子牛腩等部位价格为美金28元 此前价格为美金33元 一家门店老板告诉记者 降价一个多月了 有很多人打电话提前预定牛肉 销量比之前多了一倍 对于牛肉降到猪肉价的说法 记者在探访过程中 对比了多家售卖猪肉的生鲜门店 内排部位的猪肉价格基本为美金28元左右 和上述两家牛肉店内的特价牛肉价格基本吃平 另外 据《钱江晚报》5月24日报道 杭州一位牛羊肉售卖档口梁老板告诉记者 鲜牛肉从今年春节过后就开始降价了 这半年来 整体价格是往下走的 与去年同期相比 鲜牛肉价格美金跌了10元左右 梁老板指了指摊位的优质牛肉说 像钓龙肉 以前美金要卖六七十元 现在只卖五十多元 金钱建之前是美金七十多元 现在才六十元 今年牛排价格都不如猪排贵了 在梁老板隔壁 张老板同样是卖草原牛肉的摊主 他做这一行已经十来年了 往年都没有今年降幅这么大 供应端变化造成价格下跌 据《台州晚报》报道 中国农岗城肉类市场牛羊肉铺位管理员 人灵飞介绍眼下中国农岗城内牛肉的平均批发价为30元美金 羊肉25元美金可以说是大跳水 猪价持续低位平稳运行 美金保持在13元14元左右 自从春节过后 牛肉价格就呈下降趋势 特别是近两个月 价格下跌更为明显 接近羊肉价格 对于数月下跌的牛肉价格 人灵飞认为主要是供应端的变化 一是国内的养牛量出兰量增加了 二是进口牛肉的大幅增加 两者叠加 牛肉的市场总供应量增加很快 必定导致售价下滑 另一方面 随着生鲜店商的发展 市民的牛肉采购渠道也多样化了 不一定要从菜场购买鲜牛肉 不过人灵飞也表示 下半年牛羊肉价格可能将逐步止跌回升 牛肉价格不会一直跌 因为养牛的成本在那里 肉价太低 养牛户就少养或不养了 市场就会出现调整 牛肉消费与季节有很大的关系 夏天本就是肉类销售的淡季 天气热了 有人觉得牛肉性温 吃多了容易上火 天气转量后 大家则会多买些牛羊肉进步 按照市场行情 人灵飞预计 牛肉价格将在9月前后产生变化 在明年春节期间达到高位水平 地球长 压力